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刊 中共六中全会星期四闭幕了 全会的重要议程之一 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议 怎么重要呢 老胡跟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中共百年他领导国家取得的成功 堪称了一个奇迹 而且这份经历是世界唯一的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没有人能教我们 中国正确道路的形成和延伸 是人类政治史上可歌可泣的原创 今天中国面临了全新的历史关口 过去革命和建设的主战场都在中国国内 尽管我们与外部势力不断有摩擦和斗争 但中国是中共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舞台 我们的利益触角很难走远 远行也是浅长辙止 中共十八大以来情况逐渐形成了根本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中国的国力增长 在将整个国家不断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越过了中国可以回避很多大国摩擦的临界点 美国将中国设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 这根本重塑了中国的战略环境 由此造成的变化改写了中国很多使命和任务的背景及内涵 以让中国面对的风险因素增加了全新的能量 中国过去领导人民实现的是传统范畴的国内胜利和进步 如今他必须带领这个国家 应对这个世界的顶级风浪 经历最强大力量的全方位和全盟友链的围攻 在全球层面捍卫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 促进最艰难复杂的利益平衡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必须因此加紧学习 不断做更新 适应奋斗场景的飞速切换 实现对更高使命的胜任 否则的话中国就会出现危险的政治赤字 幸运的是 十八大后中共迅速为战胜新挑战行动了起来 在实验中形成了坚强的习核心 强化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都得到了不断增强 要说今天中国承受的外部战略压力 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 然而我们应对态势之从容 斗争效果之明显 同样的十分突出 这是一种坚弱磐石的动态平衡 或许只有中共能够把一个大国 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 带到今天全球瞩目的位置 也只有中共能够带领人民 撑得住这个位置 并赋予这个位置全新的意义